你有见过人兔大战吗? 这是真实拍摄于上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人们与兔子战斗时的影像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? 能让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们是如此痛恨这些兔子吗? 原因就是兔子的数量实在是太多 让澳大利亚引以为傲的虚目业遭受到了灭顶之灾 凡是兔子泛滥的地方都造成了水土流失和土壤退化 从而引得原本生活在此的 几十种原生动物面临灭绝 其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吃兔子 也因此这些兔子给澳大利亚带不来什么经济效应 所以当时的人们十分迫切地想要消灭兔子 男女老少一起上 见到兔子就杀 看到兔窝就毁 也因此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段影像 不过遗憾的是 兔子远比人们想象得多 无论是放狐狸进行自然捕捉 还是猎枪以枪爆头 甚至是大炮轰炸 兔子就像细菌繁殖一样 在澳大利亚广阔的草地上疯狂下载 甚至一段时间数量狂飙至上百亿 是澳大利亚总人口的1500多倍 杀死的兔子甚至需要挖坑来掩埋 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50年代 年夜流病毒的发现 澳大利亚兔子的数量才慢慢减退 但据说现在 这些兔子依旧疯狂